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11月30日晚上 是我国空间站六名航天员 同时载轨度过的第一晚 天河核心舱和问天实验舱 各有三个床铺和一个厕所 配给六个人使用正好合适 不用像国际空间站交接班的时候一样 有人不得不打地铺和挂铺 不过 很多人非常好奇 昨天他们到底是怎么睡的 如何分配这六个睡眠舱呢 其实 央视的直播 在六人合影结束 说要一起去吃早饭之后 还有一段视频 显示费俊龙 邓清明在问天实验舱内 而蔡旭哲则从节点舱 将一个云文睡袋往问天舱里拖 而在直播画面中 嘉宾则说 一般一个城组睡一个舱段 当然 他们也可以自己商量着来 由此 我们差不多可以判断 昨晚神舟十五城组应该是在问天舱 而神舟十四城组则在核心舱 在大家的印象中 天和核心舱的住宿条件要好一些 三个睡眠舱都是躺着的 而问天的睡眠舱都是站着的 甚至还有一个在天花板上 国际空间站换班的时候 即将返回的城组一般是打地铺和挂铺 甚至搬到根本就没有床铺的 日本希望号实验舱里去睡 而将条件好的睡眠舱 让给还有六个月任务的新人 我们怎么刚好反过来了吗 实际上 我们也是和国际空间站一样 将条件最好的床铺让给新人 不同的是 问天实验舱的住宿条件 其实比核心舱的要好 首先 经过几个月的蚂蚁搬家 我国空间站三舱里堆满了包裹 为了迎接神舟十五城组 神舟十四三名航天员 将问天舱里的许多包裹 都移到核心舱里去了 此前 甚至连小柱段的睡眠舱里都堆满了 好不容易才腾出一个比较宽敞的地方 给了新人 更重要的 问天实验舱的噪音 比核心舱要小 核心舱由于有六个高速旋转的 控制力矩陀螺 以约每分钟七千转的速度旋转 而且刚好在大小柱段的连接处 也就是刚好在睡眠舱头顶 噪音不小的 问天舱则没有这么多陀螺 而且还专门进行了降噪处理 每个睡眠舱还和核心舱的一样 配有圆形的闲窗 总体条件要好很多 怪不得当时问天刚刚对接上来 还没有转位的时候 陈东就带着大家进去了 而将核心舱三个床铺当成了仓库 当然 这不是说核心舱的噪音控制失败 国际空间站俄罗斯三个舱段都比我们的要吵 欧洲哥伦布舱发出的竟然是一种恐怖的笑叫声 只有日本希望号实验舱和美国核协号节点舱 噪音控制水平和我们的核心舱接近 而核协号正是美国四个床铺的布置舱段 神舟飞船一般都要在太空中单独飞行大约6.5个小时 为解决如厕问题 从神舟5号开始就配备了太空厕所 11月29日晚上的神舟15发射前 我们终于看清楚了 原来神舟的厕所就布置在飞船轨道舱里 像个黄色的漏斗 喇叭形的急尿器跟一根长长的管子相连 这个装置虽然跟大家印象中的厕所相去甚远 和空间站的太空马桶相比也有不小的差距 但对当年美国阿波罗登月飞船来说 是渴望而不可及的存在 阿波罗往返一次月球需要大约一周时间 却一直没有配备太空厕所 宇航员只能依靠纸尿裤来解决问题 而上大号则只能使用急份袋 为此还曾经两次发生奋发图强的事故 1981年4月12日 美国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 在首飞过程中 太空马桶突然堵塞 在返航过程中不知道咋回事 马桶里存储的排泄物误入到通风系统 然后那场面不用想都知道了 如同天女散花一样极为惨烈 而在2021年9月 SpaceX公司龙飞船 执行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平民太空旅游任务时 船内的厕所也出现故障 储存物在零重力环境中正好漏到风扇上 满船的酸爽可想而知 索性龙飞船的厕所太小 体积只相当于几升的饮料瓶 只能小便才避免了又一次 奋发图强的事故 据说另一艘龙飞船的厕所 后来又漏了一次 直接导致从国际空间站的返回时间被推迟 为了避免国际空间站同时出现 两个卫生间堵塞的尴尬 我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内 还配备有一个太空马桶 问天实验舱也有一个类似的设备 再加上两艘载人飞船里的便携式马桶 有四个太空厕所 可实现人均一吨厕所自由 这一点虽然听起来有点怪 但是对于有过早上起来 抢厕所经验的人来说是多么宝贵 载人航天就是要将 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考虑在内 当然一般来说 两个正规的卫生间就可以满足 六名航天员长期驻扎的需求 国际空间站上最多同时有 十一名宇航员 卫生间的数量也只有两三个 三名航天员空间站六个月 一天最少四升水 那这些水该如何解决呢 最简单粗暴的方法 当然就是送水 天珠飞船带了多组水箱 供航天员饮用和使用 这些水箱均采用了轻质柔软材料制成的水囊包装 不仅可以保证饮水安全 还可以在饮水用尽后更好的收纳 除此之外 空间站还可以通过燃料电池生成水 轻氧燃料电池在碱性条件下反应产生电能 同时生成水 最后就是依靠空间站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技术 回收和再生水 空间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技术 包括氧气再生系统 废水再生系统 大气压力和成分控制 舱体温度和湿度控制 卫生和废物管理五个部分 废水再生系统包括 冷凝水收集、尿处理、水处理三个子系统 依靠这三大子系统 天宫空间站实现了 站内水资源的百分之百再生 降温除湿产生的冷凝水 会通过冷凝水方式回收 还有二氧化碳还原的废水也会回收 而再生水主要就是尿液的循环利用 科技难度非常高 尿液的处理回收 是载人航天生命保障系统中 非常重要的一环 也是废水处理环节中 较为复杂及重要的一环 国际空间站和中国的空间站 都采用的是最先进的 蒸汽压缩蒸馏技术 蒸汽压缩蒸馏技术 主要利用相变前热 降低整机的运行能耗 整个过程所消耗的能量 主要用于螺磁压缩机的工作 以及补偿系统的热力和机械损失 尿液的冷凝储水会与空气冷凝水 以及卫生废水一起进入水处理子系统 依次通过多级过滤床 催化反应器和离子交换床 进一步处理后达到饮用水标准 中国空间站里 经过水处理子系统净化的水 不仅可以达到饮用水标准 甚至超出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与航天员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可以用于航天员的清洁与制氧需求 目前根据实际的数据来看 该尿处理子系统能够从六升尿液中 提取出五升蒸馏水 最大产水速率为2.5升每小时 蒸馏水是经过水处理子系统净化后的再生水 航天员每个月都要对用水采样 进行微生物检测 看看太空中喝的水是否干净 在未来 为了给航天员提供更为舒适安全的生存环境 科学家还在研制 由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组成的人工生态系统 尿液处理系统将进一步升级 可将尿液中的营养物质回收 用于植物生长所需营养液的配置 既可以保证植物的正常生长 也有助于实现系统内物质的循环利用 从而极大的减少长期空间活动所需的地面补给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